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香港如何抓住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多位港区代表委员 围绕这一话题建言献策 我很高兴看到 这个十四五发展纲要的公布里面 我们国家把香港当成是 我们民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把我们融入这个十四五 规划的这个大纲里面 那么对香港来说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翼 香港处在背靠祖国面对世界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尤其是集结的参与大外区的建设 应该去进行一些 更可行的具体的推动 在打造作为一个 创新科技的一个中心 香港有很好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我们起码是有四所的大学 是打入全世界的白墙 那怎样能够把这些基础科研的成果 能够和企业界和在应用科研这方面 做一个好的结合 怎样把这些和在大湾区 发展的很好的企业来合作 其实可以给香港 是带来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因为香港会出于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比方说金融 法律 会计 物流 建筑等等这些行业 他们拥有这个港阔的国质事业 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香港有人才的优势 比如说香港有40多位两院院士 香港基础领域的研究 都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人工智能 身份医药等等 这些在这个方面 现在香港都可以出现它很大的作用 规划中就提到了 这个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生产服务业 向专业化和价值连高端的延伸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香港都是能够发挥它的基本的作用 我觉得比如说金融方面 香港完全就可以扮演一个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数字化这么一个重要的平台 另外也可以配合我们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 特别是海上四十四路经济带这么一个策略 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的角色 对于国际贸易的融资 航运都可以做出更好的服务 香港应该努力的恐固和加强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后营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优势 同时间要积极融入这个 业港和大安区的这个大发展 努力的提升积极在这个 科技创新 网络科技这方面的短板 向国内和国际同行来靠拢 我们在各界双循环当中 香港可以继续发挥超级联络能的作用 香港在对外贸易当中 跟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双边的贸易协定 法律方面的协定 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在法律的优势上 维护知识产权的优势上 那么助推国内企业 建议香港应该对于香港北部地区 在土地规划跟城市规划上面 能就跟深圳进行更有效的对接 包括产业的互动 两地交流的密切 应该都要在香港北部地区的调整里面 对接两地区协同发展的优势跟机会 我们香港民建人在过去一段的时间 也在香港各区收集和凝聚民心民意 所以这次也提出了和这个内容相关的两个建议 一是建立跨境的快速支付系统 二是建立港澳居民为购房目的的跨境转入资金 最后我们呼吁我们中国香港的750万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多关注密切留意 深入了解十四五的规划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